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起做四天 那说明他们合作的效率就应该是假 是不是应该用1除以4 就是四分之一吧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假的效率 我就简单的写成假效 那加上一个已的效率 那既然他们完成四天才能完成 那说明每天应该做四分之一 也就是效率是四分之一 那同理 乙丙两个人一起完成需要八天时间 那说明乙的效率再加上丙的效率就应该是八分之一 好 这是第二个条件 最后一个呢 说假丙两个人一起合作 那同样还是可以得到假的效率再加上丙的效率 那就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4.8的倒数 对吧 我们可以先把它划一下 4.8就应该是几啊 就应该是五分之四又五分之四 所以是五分之二十四 那倒过来就应该是二十四分之五 好 有了两两的效率之和 那我怎么求单独的效率呢 因为求出了单独的效率 我们就可以求出每个人各需要多少天吧 好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三个式子 第一个是假效加乙效 第二个是乙效加丙效 第三个是假效加丙效 你会发现这三个式子 每个式子里面是不是都有假乙丙三个 如果合起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有两次假的效率 有两次乙的效率 还有两次丙的效率 所以我何不把三个式子怎么样 给它合起来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合起来的话 相当于我就知道 假的效率再加上乙的效率 再加上一个丙的效率 好 合起来等于多少呢 好 注意啊 相加 左边相加 就应该是两倍的假 加两倍的乙加 两倍的饼吧 那右边加起来之后 是不是应该要除以二 才等于它们三个效率的合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四分之一加八分之一加二四五分之一 二四分之五的话 就应该是二十四分之 打个操稿啊 应该是六再加上三 再加上一个五 对吧 所以就应该是二十四分之几呢 六加三九 九加五 十四 那约一下就应该是十二分之七 对吧 我也可以不约 对 还得除以二呢 对 不要忘了除以二 那除以二之后应该等于几 应该是等于二十四分之七 对吧 应该等于二十四分之七 好 那得到三个的合 又有什么好处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观察 现在既然知道了三个效率的合 再对比一下左边的式子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知道甲效加乙效是四分之一 那甲加乙加丙又是二十四分之七 这样一对比 是不是就可以出来丙的效率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就可以得到丙的效率 好 怎么来呢 就应该是三个效率的合 减去甲和乙 是不是就剩下的就是丙啊 所以就应该是二十四分之七 三个效率的合 减去四分之一 甲乙的效率和 剩下的就是丙 所以答案应该是几呢 应该是二十四分之六 所以二十四分之一 对吧 那既然丙的效率是二十四分之一 那显然丙需要几天完成 是不是就应该是二十四天 所以丙呢 需要二十四天 诶 那乙和甲该怎么求呢 知道了丙再求乙和甲 是不是就很简单了 或者说我们还是可以用整体的思想 乙加丙不是八分之一吗 那既然知道了乙加丙 我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求甲呀 因为我知道甲乙丙的合还是二十四分之七 只要我减去乙和丙的合八分之一 也就是二十四分之甲 三 我是不是可以求出剩下的那个就是甲呀 那甲就应该是二十四分之甲 四吧 也就是六分之一 哦 那既然甲的效率是六分之一 那说明甲需要很好 六天 六天 然后最后同样的方法 我们是不是可以求出乙啊 就是用最后这个式子 甲加丙的效率呢 是二十四分之五 那总的又是二十四分之七 一减是不是就是二十四分之二啊 也就是十二分之一 最后倒过来 所以呢 乙就需要十二天的时间 诶 这就是我们的合作问题 可以发现它是用合作的效率 对吧 合作的效率 等于一除一总的天数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刚刚我们学过的东西啊 就是一个工程 合作的工程问题 它可以怎么去列式子呢 如果是分开工作的 我们可以用甲的工作效率 乘以甲的工作时间 那这就是甲的工作量 然后呢 乙工作效率乘以乙的工作是时间 这就是乙的工作量 那两个人加起来 如果是合作的对吧 加起来就应该等于工作总量 那其实也就是单位一了对吧 那如果这两个人合作 工作的时间还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简单一点 把两个效率呢 直接加起来 再乘以合作的工作时间 比如说一起工作了十天 那就乘以十对吧 最后依然是等于工作总量 也就是单位一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是可以推出 甲和乙的工作效率 就应该等于一除以合作的工作时间 我们刚刚利用的 其实就是这个公式 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王牌立体一 说修一条路啊 甲队呢 每天修八小时 五天可以完成 那你说它的效率到底是几啊 到底是八分之一呢 还是五分之一呢 好像都不是吧 那得看你针对什么来说 对吧 如果你针对天数来说 你可以说一天的效率是五分之一 但是你会发现 它还规定了一个时间 是八小时 那我们来看看后面 乙对呢 每天修十小时 你看 修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它六天可以完成 那你能不能说 它的效率是六分之一呢 你只能说按十个小时工作 工作六天 每天是六分之一吧 那最后别人又说 让我们合修 合修是不是就合作呀 按理说应该是效率的合吧 然后呢 每天修六个小时 之前是假 每天修八个小时 乙呢 是修十个小时 现在合作 又要修六个小时 那这个工作效率 是不是就特别的乱啊 你按天来说的话 就不太对 因为每天 大家修的时间都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 哎呀 我们把这个单位给它细化 我们就看每一个小时 大家能修多少 对吧 每一个小时的工作效率 好 我们来看一下假 假呢 每天修八个小时 五天可以完成 那请问大家 它一共修了多少个小时 很简单吧 既然每天八个小时 五天可以完成 是不是就应该是八乘以五 所以假需要多少时间完成 是不是得四十个小时 好 既然假需要工作四十个小时 才能完成 那所以假的效率 是不是就出来了 所以假的效率 假的效率 上面应该是假的时间啊 我就写假的时间吧 那假的效率就很简单 就应该是一除以四十 等于什么 四十分之一吧 那同样 既的效率 我是不是也可以求 好 我就直接写了啊 那既的效率怎么求呢 我们就看 既完成这个工作 需要多长时间吧 既是每天十小时 六天可以完成 那说明一共工作了 多少小时 是不是十乘以六 六十啊 那所以既的效率呢 就应该是一除以六十 所以应该是六十分之一 注意啊 这个效率 都是每小时的效率 好 现在两队合修 每天修六个小时 那你说每天能完成多少 一个小时 假可以做四十分之一 一个小时 以可以做六十分之一 所以他们的效率和 是不是就这么多啊 那每天工作六小时 是不是就应该是乘一个六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算出 每天的工作效率 好 那现在别人问的是 几天可以完成 我是不是用工作总量 除以效率就可以了 所以呢 用什么 工作总量是不是就是单位一 用一去除以这个效率 就OK了 好 我们来算一下最后答案 那就是一除以 先把括号里面算出来 好 这个应该是几呢 应该是一百二十分之三加二 那就是五呗 对吧 再乘一个六 哎 这个时候里面是不是可以约一下 约完之后呢 这里应该是 哦 这还可以约 对吧 还可以约 那我们通的分母有点大了 没关系 二十 二十分之五 是不是就是四分之一啊 那一除以四分之一 就应该是四 好 最后单位应该是天 好 应用题呢 我们要写一个答 答 几天可以完成呢 一共合作四天 可以完成 好 这个问题呢 就是跟刚刚有点区别 因为它不仅给了天数 还规定了每一天的小时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太方便的时候 一定要把那个时间给它细化 细到最小的那个单位 这样的话 我们的时间或者效率 就可以怎么办 就可以统一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